這位同學叫做切曉晶 切 我姓切 我這個故事是講一個 就是讀了五年的還在念高中 還念高中生 他一直不願意回去繼承 他父母親建的那個旅館 然後他有兩個同學 因為霸凌的事件 被迫要跟他一起回到那個旅館 然後三個人就在裡面發現 這個旅館不但破爛 沒客人 最恐怖的是還鬧鬼 每一間旅館 多少都有死過人 最早寫這個本其實是從畫面開始 一對老夫妻 然後跪在衣櫃裡面穿受衣 不太感動 我連踏都不會踏進來 然後我本來就喜歡恐怖喜劇 所以就把它合在一起 然後變成這個劇本 那我上次飄草藥有什麼用 不需要 算七八糟 跌倒跟跌倒 這個類型其實在外國 已經有拍過很多了 他們把恐怖的元素 反轉成喜劇的來源 這也是我這些年非常愛的類型 它可以既可怕又爆笑 好 謝謝小金家旅館 是恐怖片嗎 有可能是讓你嚇到哭 嚇到笑的那種 是喜劇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謝小金家的旅館 是一部既驚嚇又爆笑的電影 一次會擁有兩種不同的享受 是很划算的 你不是說你 要是故事真不用怕嗎 重點是不要拉面 是討論一下 你又不關心 你現在是討論一下 你不敢說